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白方入宝 黑方入宝 白方这里选择的是宝C网 提前先来控制C血 黑方这里先补一手H6 阻止骑士来NG5 这里白方所选择的是S 准备来挑战B6小兵 如果白方这时候挑战黑方再不离的话 白方可就要冲击了 所以实战中黑方所选择的是小兵A5 顶住A4兵 白方所选择的是皇后D1 黑方所选择的是皇后B4 白方这里所选择的是 藉由皇后D1支援主教来D3 进行邀请交换主教 而这里米尔杂德没有选择直接交换掉 帮白后复活 而是选择什么呢? 他选择的是保C网 他的想法就是说 如果白方交换的话 黑方交换过来 刚好可以顺势将骑士弹出来 而这里白方所选择的是保A3 黑方退守皇后 白方平保威胁B6兵 绑架这个骑士 让骑士不忍乱动 而这里各位其友不妨暂停一下 来看看米尔杂德到底会在这个局面下 看是四平八为的局面 他采用什么方案呢? 各位其友有想到吗? 现在这个局面中心暂时封闭 米尔杂德开始将他的才华展现出来了 选择了这部小兵局5 在18步开始主动发起进攻了 看准着白方暂时封闭中行 白方选择的是皇后第三威胁骑士 黑方选择的是皇后16保护骑士 白方所选择的是骑士15 这里各位其友可能会好奇 为什么乔纳神选择送兵呢? 各位其实不难 因为如果米尔杂德敲 白方敲 如果黑方再敲的话 白方就要直接把宝敲到B6了 这样子C6兵就会变得非常危险 所以实战中 黑方米尔杂德确实有交换骑士 但是没有先敲这个15兵 而是先将这个B兵升根 保护之后准备就要敲了 而这里轮到白方 白方选择什么呢? 白方所选择的是骑士意图 这手骑什么思想呢? 就是亮开C线 亮开C线一样看准 如果黑方敲兵的话 白方可就要直接杀下来了 黑方就会有一只孤兵跟一只落后兵 所以这里米尔杂德他没有选择皇后小兵 而是选择我们一开始所说的小兵B6 主要目的就是要支援小兵C5 这里黑方就形成了很强壮的D5跟C5兵了 而这里白方乔纳森不甘心 不能让黑方的兵型结构那么强大 所以选择的是皇后A6威胁B6兵 他什么思想 一样看着你黑方还是不能敲这个E5兵 因为这个B6兵目前被咬着 所以米尔杂德选择的是保F1吧 出保 白方这里所选择的是保B5 黑方米尔杂德所选择的是后敲兵 这里米尔杂德接受用E兵换B兵 他已经评估清楚了 尽管被B兵拿走 黑方的A5兵还可能是危险 但是米尔杂德在这里可是放了一个非常强悍的战术 实战中黑方桥白方桥 各位奇友这边不凡暂停一下 我们来思考看看米尔杂德在这里走出了什么强悍的战术呢 各位奇友有想到了吗 是的 就是这一步棋 一招毙命 这首棋白方可就不敢不敲骑士了 因为白方不管敲不敲骑士 白方的往前之间就被炸穿了 他如果选择把骑士亮开的话 黑方只要骑士一弹 亮开E兴 骑士绝备还威胁F2兵 最要命的是连D兵都变得非常强悍了 所以实战中 白方求纳神这里所选择的是 病炸骑士 但是这里已经于事无补了 当米尔杂德皇后一炸病 白方之间就要爆炸啦 这里就算你选择勇王保护骑士 白方的骑士依然保护不住 各位有发现吧 因为现在可是成保护皇后啊 这里只要白方再把王一闪开 黑方可就要皇后回弹 待抓双 白方之间成保被拿走了 所以实战中这里 其实米尔杂德已经几乎分胜户了 白方也就象征意义的走了一步 王H1 好的各位 这里轮到各位操作 应该知道最后两步棋怎么收尾了吧 是的 就是这一步棋 后炸宝 之间一个成敌宝正军 这盘棋也算是米尔杂德的代表作 甚至可以说是阿富汗国家的代表作 如此才华洋艺的棋手 真心期望 可以在某天的国际赛场 再次看到他遥远的光辉 那下次某根又会分享什么经典对局呢 咱们下回再说 你们的点赞 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就是我更新的速度 谢谢 这里是某根的夕阳期 两个傻丫天跟约 下回好奇 不迷路 给他扣子